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它的巨大作用可不是运输垃圾 对我们最有利的作用在于 它能将这些塑料制品的垃圾回收利用进行降解 并造成一种固定的地砖 首先它会将分裂集装起来的塑料垃圾进行统一粉碎 然后在用自带的热溶机将这些粉碎后的垃圾融化 到一个固定的六角形容器中 最后将这些融化的液体凝固后 它们就能形成一个六角形的白色砖块 并且这些形成的砖块可以重新利用 用来装饰地板充当地砖 如果这些地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破损 那么它自身还可以进行再次回收 重新制作成一个完整的砖块 做到了100%的垃圾利用 这个装置可以完美地解决 让我们头疼的塑料垃圾的问题 并且它自身使用的能源也是非常环保的 整个装置运行过程中使用到的动力 都是来自于太阳能 只要有阳光就可以正常运转 在正常的工作情况下 它一小时就能够回收100斤的塑料垃圾 这样的速度还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这款飞品压缩机还没有在全球普及 但这个压缩机的研制成功 因为我们的垃圾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你觉得它会被大面积的普及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